11学年各大学校系招生简章刚出炉 因为明年起分科测验考科变动 不考国文英文和术语 导致不少商管校系在分科测验上 无考科可采 只好采集学测中难度更高的数价 甚至有大学校系同时参采 社会组和自然组的科目 有高中老师直说 自然组班的学生几乎没有修高三社会科 而社会组的学生也不一定会修数价 这样子等于是加重高中生的负担 也引发了不少高中教师的不满 认为决策单位思虑不周 随着新课刚上路 明年起深学考试科目变动 原本的指考改名分科测验后 不考国文英文和术语 导致不少商管校系在分科测验上 没有考科可以采集 只好也参考学测的科目 让参采科目组合从76种 暴增到163种足足多了一倍多 这也是当管的部分 有一些是蛮需要一些数字上的敏锐度 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他只好去选择一个数价的部分 像是台大国系系A组 明年考试分发会看学测英文 分科测验的数价 以及公民与社会 台大工商管理学系 企业管理组A组 则参采学测英文数学A 分科测验的数学甲 地理和历史 有高中老师直呼 既然组班群的学生 几乎没有修高三社会科 而社会组的学生也不一定会修数价 这样会加重高中生负担 在未来各校里面就有一种配套 比如说两个班 抽离出需要的学生出来赏课 或者是一个班 就是抽离分成两班来赏课 这样的方式 所以教学现场的老师 其实就是所耗费的能量性是蛮大的 出现参采乱象 高中端措手不及 学生只能善用弹性时间学习 校方也会视学生需求 开设线上课程 而根据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统计 111学年考试分发 最常见的采计组合有三科 国文英文和历史 全国有166系采计 第二多的组合有 国文英文竖甲物理以及化学 总共151系采计 招联会因应新课纲 不想考太多科目 反倒让学生得花更多时间准备 记者续节周围杰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